大批遊客擠爆南韓愛保樂園的貓雄園區 手機和大砲鏡頭全對著明星貓雄福寶 大貓雄福寶2020年7月在南韓出生 住在南韓將近4年 今年4月初要被送往中國 尋找配偶 繁衍後代 3月3號最後一天上班見客 不想送福寶 但我無法送福寶 所以我送福寶 為了送福寶一程不少人凌晨就來排隊 白天的等待時間一度長達280分鐘超過4小時 部分男女老少穿上貓雄裝 戴上貓雄頭套 不捨得向福寶道別 一想到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到福寶 南韓民眾忍不住哽咽 和福寶朝夕相處的自育員江爺爺感觸最深 有南韓民眾已經計劃未來要前往四川看福寶 她的媽媽愛寶去年10月才生下了一對雙胞胎小貓熊 延續姐姐累積的高人氣 近新聞特別請你資深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近善近美 近好新聞